声音现象引发了全球天灾不断 而且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 美国出现了超级热浪 在日本更是遭遇了史上最大的暴雨 的确天气异象不断 像是最近台湾就热到不可思议 而美国西部也热翻了 出现怪兽级的热浪 最高气温已经到了48度 导致各地的野火不断 南加州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2000英亩 这样的面积相当于30多个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 还有高温更导致了家家户户的用电量大增 现在呢在美国当地必须要分区轮流停电 熊熊大火不断燃烧 天空几乎都是浓浓的黑烟 由于天气太干燥 美国加州上个星期开始发生森林大火 当地消防队紧急出动灭火 我们有超过350军队 没有看到几个船船和船船 尽管加州政府不断洒水或是喷洒粉末 但火势并没有减轻的趋势 救火进度缓慢 而大火不断延烧 也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 它是清晰的 然后有大黑的黑暗 然后我们转到之后 然后它就变得黑暗 然后你能嗅一下 它就像冰火 当它开始的时候 风雨很严重 它就像天气 它就像天气 美国西部最近出现了 怪兽级的热浪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8度 炎热的天气 不但导致野火灾情不断 也让南加州的电力供应 拉起警报 国外媒体报导 因为热浪来袭 民众纷纷开冷气 导致用电量大增 再加上去年天然气外泄 库存不足 可能没有燃料发电 加州政府不得不寄出限电 措施分区轮流停电 最快这周就会开始执行 环宇新闻综合报导